郭文貴議員 警政署刑事局组长林旭鹏 侦破置评对象即枪击要犯黄银成等 持枪杀人强盗暴力讨债案 颁发奖金十万元 警政署刑事局侦察员张旭龙 侦破置评对象即枪击要犯黄银成等 持枪杀人强盗暴力讨债案 颁发奖金十万元 警政署刑事局侦察员古瑞林 侦破林诗安等枪械暴力讨债集团 并于攻坚时重枪奋力弃捕歹途导案 颁发奖金十万元 台中县警察局小队长李庆峰 侦破林诗安等枪械暴力讨债集团 颁发奖金十万元 院长及受奖人和 请院长回座 苏部长 各位所长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首先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专案会议 持续为打击犯罪强化社会治安而努力 前几天 警方在南部 围捕换下多起绑架杀人案的张西民犯罪集团 爆发激烈的枪战 有市民严谨受伤 首先对警察同仁流血流汗的英勇表现 西坤要表示家人肯定 对于猖狂嚣张的歹徒脱逃 大家都义愤天因 请内政部 海巡署 法务部 通力合作 防止脱渡出境 谨速将张西民等人一举成情 绳之以法 伸张正义和公权力 好让社会人心能够安定下来 上个月 台中市警局李进富 叶席财 两位严谨在追气歹徒时 中枪殉职 陈总统和我都到台中 都到台中 去医院探视 临堂上乡 他们的牺牲令人心痛不守 从这些案例 显示治安状况 甚习万变 各级治安机关 引以为鉴 列入检讨 以建立高度的敌情观念 强化勤务 通报支援方式 提升防护装备 刚才特别颁奖给维护治安有攻击的人员 借着 治安会议召开之前颁发 只要是要表彰 主要是要表彰各位的辛劳和贡献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持维护治安家机 陈总统非常关心治安情势 他在520当选连任就职演说中 强调 施政目标 要繁药要繁荣经济 安定社会 简单来说 国家拼经济 要有安定的社会作为基础 也就是治安要好 今年6月1号 徐温在立法院提出 四大施政主种 宣示在社会变上要完毕 生活安全网 强化人身安全 治安就是最重要的支柱 大家都是行政院治安工作团队的一员 我们要展现 更积极的行动和效力 从现在起 各级治安机关 应该更加团结一致 相互支援 全力扫荡犯罪不法 查气黑枪 追捕要犯 扫荡黑道势力 建构一道良好治安的防火墙 让人民免避被侵害的恐惧 以回应全民对政府的期待 检视今年上半年国内的治安状况 历经总统大选 及选后民众实施抗争事件 治安工作相对持重 舍信各级 治安同检都能够坚守岗位 努力执行 据内政部检视署统计 一到六月 全班勤案发生数 交去年同期下降 暴力犯罪及窃盗案件 也有降低 不过 榨期案件 增加 枪支毒品案件 都有上升 值得大家更加关注 努力 对大家的辛劳 西坤要表示家庭和肯定 不过民众的感受和要求 荣然很高 我们必须有更多 侧净作为 拿出更好的绩效 为落实全力打击犯罪 除黑雾镜 断言除根的政策 下列几项工作 西坤请相关部会 积极行动 确实办理 一 请内政部持续进行 雷霆专案扫黑素枪 便勤结勤网的目标 提升扫黑层次 展现铁碗破例和洁薪 落实制品专案 瓦解犯罪帮派组织 二 请法务部 海巡署 内政部 财政部等 加强查契 国外枪戒丹药 以毒品组织来谈 请外交部 协调家派 驻外治安人员 以掌握更多情知 适时即后 组结枪毒阻施来源 并修正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将仿造制式枪支支 玩具枪 列入管制项目 断结非法改造枪战 三 请交通部 内政部 参考新加坡等国做法 研究采行 汽车 第三 黄维车牌 机车 车牌 加千锋 及 行照 加贴 黄维 标签 封套的可行性 以防患 汽车 窃盗 嚣张 及变造 沦为犯罪工具 四 设置反诈骗 执行专线 结合政府 及民间的力量 全面打击犯罪 诈欺 以为民众生活 安宁及财产安全 五 针对外泄 个人资料 做犯罪 请法务部 研究修法 将目前行责 两年以下 提高为五年以下 并将电脑处理 个人资料保护法 修正为 个人资料保护法 六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 青少年 时有深夜游荡 流连网咖店 飙车 打架 或聚集 游乐场所 客药 网路性交易 等偏差行为 会影响 身经健康 及危害 社会治安 去年执行 青春专案 中央与地方 已经建立协调联系 与犯罪查查机制 今年的专案 也已经启动实施 请各相关部会 落实执行 全力做好暑假 青少年的保护工作 今天会议所要讨论的 都是当前 治安重要议题 希望大家 拟拒共识 找出最佳的因应对策 付诸实行 切实发挥整顿 治安的功效 接下来我们就照会议程序来进行 议题讨论 行政院研考会提报 强化设考会师处长 这样的一段용法 是 绽论 一下 是 ielle 绿 可能 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